在昨天我想很多人都看到这一段影片了 因为昨天是这个柯文哲呢 他召开了这个党内的线上视讯会议 讲着讲着讲到哭 他说最近和选民的互动当中 感觉压力很大 因为看到选民希望政党轮替 想起了支持者曾经对他说 只要阿伯不放弃 我们就不会放弃 他说好几份民调都是我赢啊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悲观 那余慧人士说 柯文哲为支持者对他的力挺而哭 而不是为了他做这个决定而哭 那当然柯文哲这一哭 也有很多绿营的就开始来了 什么鳄鱼的眼泪 你在打杯琴牌 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的 甚至身边很多的蓝粉看到的是说 确实忍入负重 顾全大局压力三大 这都是事实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碧武姐 也就是说 其实阿伯不管怎么样 他这两天在做的 一直很努力的在做的 何尝不是在说服党内的支持者 因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 你最后如果啦 如果啦是猴柯配的话 那你的柯粉 你的年轻人 转移过去有多少 这个也是那天会议结束之后 我的电话跟手机 也被打爆 我有两次手机的赖就全部都被打爆了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我们过去这么努力的想要 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台湾民众 正式提名 柯文哲主席当那个参选人之后 我们在520第一次在淡水的时候 在帮帮大雨当中 他就是说我们民众党这次要义无防护 拼一次 那我们预计 礼拜天11月19号 在板桥的体育馆 我们也会办一场的造势活动 我们的标题也是义无防护拼一次 所以这一次大家都会觉得说 是不是阿伯退让了 阿伯被国民党骗了 阿伯被什么阴了耍了 那我在想 可能就是选民跟支持者的情绪 所以我也在这里也是呼吁 我隔天也是出来呼吁就是说 柯文哲主席会做这样的决定 我给他高度的肯定 因为他展现了一个高度 政治家的一个风范 因为他看到 因为他自己讲嘛 他过去这半年来 他走遍台湾的每一块土地 那他看到那个民众 因因其盼要政党轮替的那样子的 一个眼神那样子的一个请求 那他确实有感受到了 在这个之前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说 我们民众党虽然是小党 但是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党的政党的主体性 我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步骤去走 那也不要受太多外界的干扰 可是这一次这一阵子也确实 我觉得他压力也相当的大 所以到底最近就开始 党内当然有些科粉或支持者 就是说到底是谁影响了他 因为之前大家都说 我们要义无反顾拼一次 那就开始想说 到底是谁影响了他 到底是谁在煽动他 我在想不要这样子去形容他 因为我觉得是他看到了 台湾的民意想要改变 那一个好的政治家 他应该要能够去正面的去回应 这样子的一个民意 我觉得这是我给他很高度的肯定 所以我们他 其实他会议晚上 也去接受了那个争论节目的专访 我相信他是要来安抚自己的选民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要 拜托科的支持者 希望能够大家回家收电话 所以这两天我在我的选区里头也是 其实很多大家都很难想象 除了大家欢欣鼓舞学的南白河之外 其实为了要这个民调 我可以跟大家讲 很多那个深蓝的都跟我讲说 我们一定会支持科了 我说那所以你是支持柯侯佩喔 他居然十个里头 有十个都会跟我讲说 我们绝对支持柯侯佩 我说好 那我们回家收电话吧 所以地方上面 但是另外一群就是说 有时候在一个场合里头 另外大家基层的很多民众就说 只要合就好 合只要能够改变目前 这个台湾现在经济 越来越差的状况就好了 他们不在乎谁当政或谁当富 所以很多大概基层上面 关心政治的就会觉得说 应该要替柯文哲拉票 但是有一些一般人 大概就觉得说 没关系只要你们能够合 只要能够去 谁都好 都好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要下架民进党 然后要换掉这个 我有一次讲个故事 有一次跟在地的企业家座谈 他们怎么去形容 这个民进党的新潮流 然后有一个企业家说说 他们是一个训练有数的 他们不是政党 他们是训练有数的标案公司 隔壁的一个老板就说 那哪是什么标案公司 他们根本就凸鹰 这句话形容得非常的贴切 民进党的新潮流 是一个训练有数的标案的凸鹰 因为他们只要看到 你看鸡蛋50万的公司 一人公司都可以标好几亿的鸡蛋 只要绿能他们想看到 他们就是去凸鹰就想要吃那一块 那形容的我觉得非常的贴切 所以很多很多的基层 他最后就跟我讲说 哎呀委员我们不在乎 谁政谁户啦 只要能够合 只要那个票数 他们的形容是比较 就是地方上面的预言 这个票数都多过民进党的这些 无脑的那个很始终的支持者的票数 只要能够压过他们 只要能够把他们换掉 他们觉得都很好 当然回过头来我觉得 柯主席这一两天我确实 他不管上专访或隔天开记者会 跟我们党内视讯讲到哭 我觉得都是想要 第一个是要传达到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第二他希望能够让柯的支持者 要能够坚定的去相信他 所以昨天晚上我也是写了一个点数 因为我看这样子一天下来 大家情绪非常的激昂 有的是鼓励 有的是情绪用语 然后开始会骂 甚至就说 如果柯不是当政了 我们就不出来投票 有的人甚至很情绪化的说说 那我们就去投赖 我就说投赖这件事情 请回到你最高的指导原则 我们本来就是要 想要下架民进党 所以大概我昨天晚上 我也写一个脸书 我说其实柯文哲主席 他是一个医师 他最后最后决定 因为大家都在问说 到底是谁影响他做这个决定 我说不要这么想 最后最后 其实他是回归到他医师的 这样子的一个本色 医生他就是以救人为前提 所以他回到他科医师的角色的时候 回到他的初心的时候 他想要救台湾 所以用他在我们在交病房 在急诊那种想要救治病人的那种精神 要来救这个台湾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决定 我是给他肯定 那我也在这里呼吁柯的支持者 我们应该要 只要阿伯不放弃 我们就不会放弃 要支持他的决定 回过头我先请教巧新 对没错 这一次柯文哲来讲 他做了一个重大的让步 因为这个国家利益 还有政党轮替是最高价值 其实我必须说身边的很多 根本不是科粉的 甚至是蓝粉 确实有被柯文哲打动 那很多人也说 对柯文哲刮目相看 那这何尝也不是说 如果说他一方面 他要对内 对自己的支持者有所交代 那这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在收拢蓝粉不是吗 我觉得都是 双方都是 所以合作既然是 大家的大方向跟大原则的话 我觉得今天大家稍安勿造 其实因为你就在忍一天而已 你就知道结果了 大家今天有什么好找的呢 不要浪费生命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像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问说 那这个如果这个不公平怎么办 这个不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蓝白盒 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部分 其实对我来说是 哇你们都已经这么缜密 就是说那六点里面 其实该写的都 就是看起来很模糊 很多人看不懂 你看不懂的人 就只要知道是蓝白盒做就好了 但是你真的看得懂的人 你去细看 这几乎就是一个这个 就是真的有国际外交水平的 这样子的一个协商啦 那基本上该想到的部分 都已经想到了 那可能有些人看不懂 但是其实都在里面了 比方说呢 很多人讲说那平手怎么办 在这个制度里面没有所谓平手 因为呢这个推派三个专家 然后在两份内参民调 它是五分是基数 所以在这个基数的原则之下呢 它是用记点的 不是彩平均值 所以比如说 搞磕喉加一分 或者喉喉加一分 用这样子的制度 五个五分民调里面 一定会有结果 所以没有所谓的平手 一定会有人是多一最起码 所以这个就交给专家决定 所以三个专家 他们会来决定最后的结果 那你只要去看这三个专家 你觉得他算不算专家 就可以了嘛 也就是说这三个专家里面 如果民众党 那你对你自己推的人 那有信心 那请问 那我们互相对对方推的人 有没有信心 那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这三个人都有相关的资历 有相关的研究水平 有相关的经验 那就没有问题了 就交给他们三个 去做决定就好啦 那也没有所谓 今天我看到的是说 那有没有共事局 其实那个单子上也很写很清楚 得点制就相对于共事局 就不是共事局嘛 得点制就这三个专家 挑选的那份民调 那看他是支持 这个民调是支持侯科还是科喉 他比较认定是 侯科还是科喉 那第二个专家是侯科还是科喉 第三个专家侯科还是科喉 那是就加一分这样子 那你就看最后的积分是多少 所以他也没有所谓的共事 是每一个专家 他要对他提出的那一份民调负责 这是最大的原则 就是专业性 就是尊重专家的专业性 那也就是说 我今天已经大家说 我是民调专家 那我挑的民调 那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 那个民调你要能够说服大家说 这是科学可信任的嘛 那我想这些专家 他们都已经做了这么久 也不会去破坏自己的行情 打坏自己的水平 就是提一个 比如说什么街头民调 然后就讲说 我因为这个街头民调 所以我认为是侯科还是科喉 不会嘛 他一定是有理论基础的民调 而且他们已经讲了 是要侯科科喉对赖销的民调 才算数 所以虽然六点绝育看起来 短短的一张纸都没写满 但所有的精华 其实都在那里面了 所以只要按照这个制度去走 就OK啦 大家不用烦恼 不用急 我们只要等待明天的宣布就好 但如果你有特别支持侯科 特别支持呵喉 很简单 你就在家里手电话 所以我也都觉得 大家互相请 请自己的支持者 在家里手电话 支持自己喜欢的组合 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 没有不对没有不好 也不需要互相攻击 有的人支持科喉 有的人支持喉科 就让大家去决定 就让他去决定就好了 昨天今天 还有其实前天 三天的时间 都还有机会接到电话 像我像以蓝莹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都动起来 就开始说 那我们要在家里接电话 那有自己的想法 那这种参与感 其实也可以增加 接下来的投票率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这种参与感 可以增加接下来的 上打性 就耐打度 为什么 因为你都已经为了要 拱这个 挺这个蓝白盒 你的组合 费了这么大心力 都每天有人线上投票 线上投票不算 那只是你们个人开心而已 因为大家想要参与感 好不好 我们还在进行 大家很喜欢参与感 就线上投票这样 那不管线上投票 或接民调 你知道吗 选民是这样子 像我其实很重视 小额捐款 为什么重视小额捐款呢 捐100块给我 50块给我也没关系 但那是你的一个动力 那我就当然相信说 你知道人跟人是这样 你越帮忙 你就越希望它上 你就会投入越多 你也比较不容易去听信 其他人的谣言 因为你已经付出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对蓝白都很宝贵的是 邀请所有支持蓝白的在野伙伴 共同为了这个蓝白盒去付出 你去付出过一次之后 我相信他们都会出来投票 电话你都等了 电话很难等耶 那个抽样没有抽那么多 全台湾2300多万人 这个才抽几份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没被抽到是正常 可是手电话的人 比你想象中还要多 这些人都是最后大家 上街投票也好 动员肇事也好 他们就会一个一个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也不要觉得就浪费掉 不会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是徒劳无功的 要相信这件事情 也要相信选民的判断 既然这几个人他们共同的 都选择了这个专家得点制 也要相信他们四个人的谈判的内容 是他们都能够接受的制度 就是公平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吵说 什么制度怎样公不公平 我讲过很多次了 只要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制度 就是最好的制度 那哪怕他们真的 这个决定从小房间里面出来说 我们要用抽签的 我也支持 对你们都觉得OK 我也同意啊 对我也同意嘛 所以只要双方觉得那六点都签了名 他们都认同 那就是最好的制度 我们其他人都没有智慧的空间 我们不是谈判代表 我们也不是侯友谊 我们也不是柯文哲 所以你喜欢的人 不管你喜欢柯侯侯柯 他们既然已经共同觉得这个制度 是为了中华民 不见得很开心 两个人都不见得很开心 他们都会各自觉得说 好像我有所退让 可是大家要去想能够接受代表 那个更高上位的价值 就是大家共同在野集中选票 去拉下民进党 是超过于他个人的开心与否 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政治高度 我觉得都是人民之福 所以因为他们能够愿意有所退让 所以我认为不管最后组合出现什么样 都需要我们全力的来支持乡庭 否则他们过去的所有的委屈 你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投入 那就没有意义了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优优独播剂 有